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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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造灵幕 然后不停的修不停的修 修得越拉越好 像秦始皇 他的灵幕呢 修了足足39年 汉代的刘邦呢 即便是国库里没钱 但是对于自己的长灵 那也是毫不吝啬 不仅亲自宣旨 而且还亲力亲为 经常到现场监工 为什么要这么干 因为灵幕的规模 不仅仅是皇帝生前地位权势的象征 最关键的在他们看来 灵指选的好不好 风水好不好 对后世影响甚大 古人迷信这个呀 那有人可能要说了 你说福灵选址 没征求过诺尔哈士的意见 这有证据吗 这个还真有 具体咱们先回到1626年 公元1626年在东北的宁远发生了一场大战 当时68岁的努尔哈士啊 亲自率领13万大军 对明军防守的宁远城发起了围攻 当时努尔哈士本来以为啊 一座小小的宁远城不过是弹丸之地 不用三天 他肯定拿下 但是却没有想到 这次他的对手却不是一般的厉害 守卫宁远的明朝将领是谁啊 这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袁崇焕 袁都师 熟悉名史的朋友都知道 袁崇焕守辽东 当时有一个策略 那就是辽人守辽土 他训练了一批精悍的辽人士兵 这些人守宁远 那是保卫家园 别人要来攻城呢 他们是个个都跟你玩命 另外呢 对于努尔哈士的南下 袁崇焕是早有防备 不仅囤积了大量的粮草 还配备了非常要命的武器 大炮 哇 这个就厉害了 你围城我饿不死 你攻城那对不起 我用炮轰 当时那些个攻城的八旗兵啊 那是死得非常的惨烈 死伤无数 就连努尔哈士本人 也在战斗当中 被弹片击中 击成重伤 就这样 宁远之战 努尔哈士 不得不以惨败告终 这个结果呢 当时是谁也没想到的 为什么呀 在女真人眼里 努尔哈士足智多谋士 骁勇善战 那就是第一战神啊 他怎么可能打败仗呢 是不是 然而事实上 大家更没想到的是 就在返回圣经 也就是沈阳的路上 努尔哈士伤病发作 就这样去世了 好了 要说关键问题了 努尔哈士死后 葬在哪里呢 按照满人的风俗 努尔哈士死后啊 尸体很快就火化了 但是他的骨灰呢 并没有葬在弗林 而是先安葬在 沈阳东北的方向 一个并不知名的地方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原因很简单 那时候还没有弗林 那么弗林是谁建的呢 这里可以肯定 选址和始建的人 是这位 黄太极 努尔哈士的儿子 关于弗林的选址 这里边还有一段故事 话说当年的黄太极 继任不久 登基称帝 国号大清 同时呢 追认努尔哈士为清太祖 也就是说呀 黄太极其实才是 清朝的第一个皇帝 可是接下来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啊 既然自己当了皇帝 爹也追认了太祖 那么皇家的脸面 可就得讲究了 至少身为太祖的爹 陵园就不能太简单了 是吗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 有体面和讲究呢 首先得学学古代的帝王 找一块风水宝地 所以那年呢 黄太极找了很多人 给他爹去找所谓的宝地 那找着了吗 一直没有找着理想的地方 这事一拖就是三年 直到1629年 黄太极一次外出打猎 才有了意外的收获 据当地民间传说呀 当时黄太极来到天柱山下 只见山上紫气阴韵 感到非常的好奇 于是就带着随从 立刻就上了山 而上到山顶之后 他见到了什么呢 一条蛇和一只山鸡正在争斗 可就在黄太极赶到的时候 那只山鸡扑扑扑飞走了 而那条蛇也化作一道清光 升了天 你看啊 紫气 还有鸡蛇升天 这是什么呀 这是祥瑞之兆 黄太极再一打听 天柱山 山的名字也很吉祥 于是黄太极决定 就在这里为父亲修筑陵墓 取名为福陵 那为什么叫福陵呢 我们那是起的这个 福云九长的意思 天柱呢 就是清天玉柱的意思 就是说这个 这个卢尔哈车葬到这块 遇到大清的江山 这个就是说 永远也不谈杂 永远的这个希望发达 这就是福陵选址的由来 福陵正是从这一年开始修建的 而当时 诺尔哈赤已经去13年了 也就没法征求他的意见了 那有人肯定要问了啊 既然福陵选址和修建 都跟诺尔哈赤没关系 那为什么后世又有人说 福陵是清朝的发祥地呢 哎 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呢 咱们必须啊 先看个地方 这是福陵大明楼后面的一个地方 叫做岳崖城 注意了啊 就在岳崖城的城墙上 有一个很神秘的地方呢 就是眼前的这些雕花 人称啊 岳崖隐蔽 顺治入关 到清王朝灭亡 1912年 一共是有268年的时间 所以从皇太极登基的第一位君王 一直持续到宣统退位 清王朝历经的皇帝 他整整有11代 现在我们可以数一数我们眼前 这座影壁上的图案 您注意数一数 影壁上的牡丹花有多少朵呀 不多不少 正好 11朵 牡丹花花中王者 11朵牡丹花 正好代表清朝的11代皇帝 神奇吧 可是幻之告诉您 您再仔细看看 您会发现 这11朵花啊 还有更神奇的地方 哪呢 花的大小 和它们的开放程度 注意看啊 11朵牡丹花 有7朵是完全盛开的 2朵是半开半放 还有2朵 只是花孤朵 完全没有开放 那有人要说了 花嘛 总是有盛开和没开的 对不对 这有什么神奇的呢 好了 咱们先来听听工作人员的讲解 七朵牡丹花 完全盛开的时候 可谓就是说 这七代皇帝是年岁比较高的 超过50岁高龄 在这个年岁段上去世的 所以说 它分别就是代表 黄太极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溥仪 一共是七代 而两朵半开的牡丹花 就是我们中年世事的两位帝王 一位是我们历史上的咸丰帝 另外就是光绪皇帝 没错 咸丰和光绪分别是在31岁和38岁因病去世的 从人的正常寿命来讲呢 是中年人 中青年 所以啊 两朵牡丹花是半开 而隐蔽上 另外两朵最小的花孤朵呢 就分别代表着 清王朝两位年纪最小的皇帝 顺治和铜治 顺治六岁登基 二十四岁的时候 因为换天花而驾崩 而慈禧太后 唯一的儿子铜治皇帝 也是六岁登基 却在十九岁的时候 同样因为换天花而驾崩了 怎么样 把这两组数据一对比 您肯定也得觉得十分的惊奇吧 这个谜怎么解释啊 为什么影帝上的牡丹花 不多不少 刚好十一朵 开放程度 又和清王朝的十一位皇帝的寿命 一一对应呢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玄机 十一朵牡丹 十一位帝王 惊人的预言如何解释 清皇陵大多被盗 唯独符陵完好 是神碑幻影的魔力 还是一百零八凳布下了谜局 一口龙井 又为何也被传说为清朝的龙脉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节说到 福陵月牙城影币上的牡丹花 竟然和清朝十一代君王的命运 有着惊人的吻合之处 以至于后人传说 这是努尔哈士的预言 清朝只有十一代皇帝的命 相信到这儿有人要说话了 你说的这个预言 难道就没有可能 这个影币是后人造的吗 故意弄出这么一副影币 以此来故弄玄虚吗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不用咱们想 历史学家早就研究过了 最终给出的结论是 这个影币跟后人真的没有关系 古灵的地宫和影币 也是在康熙二年才建 那建完之后 康熙皇帝就在命工匠 建造了我们眼前这个图案 所以我们眼前所看到的图案 完全都是历史的真实面貌 那么对于这么神奇的现象 到底该怎么去解释 怎么能理解呢 对不起 幻知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所谓的预言是并不存在的 这应该只是建筑和历史的某种高度的巧合吧 好 再来说第三个谜 这里是福灵的大碑楼 里边有块石碑 康熙初年历的神功圣德碑 提示一下福灵的第四个谜团 神秘的神碑幻影现象 就在这块碑石上 看背面 看到什么没有 是不是隐约有个人形 据工作人员介绍 这个图案可不是人为画上去的 更不是随时都会出现 只有在阴雨天才能看得比较清楚 就因为这个 民间传说 这是神仙在显灵 这种说法当然只是传说 因为世界上没有神灵 但是呢 一块普通的石头 上面怎么会时有时无的出现人影呢 对于这种奇观 专家是这么解释的 专家说 碑刻上之所以在阴雨天能够现出人形 可能是和碑石的质地有关 因为这块大石头的质地的密度小 很容易吸收水分 而因为水分的作用 石头的纹理颜色就会变深 外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人影了 可原因真的是这么简单吗 很多人并不完全接受这种说法 至少认为这种解释并不全面 怎么呢 史料记载 石碑是康熙初年所历 但是这之后很多年并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而是直到乾隆时期才出现了这种神奇现象 如果只是这地问题 那为什么之前没有过了若干年之后才出现的呢 到目前为止 关于为什么会出现神碑幻影 有人认为在乾隆时期之前 石头的材质出现了变化 还有人认为 可能是之前也有这种现象 只是没有被记录下来而已 反正都很勉强 福灵之所以没有被盗过的第二种说法 则跟进入福灵陵园的这些台阶有关系 您注意看 这些台阶的构造在所有明星狂陵当中 那是绝无仅有的 很特别 而且它有说法 叫什么呢 一百单八凳 总共一百零八级台阶 这里咱们要穿插一下福灵的第五个谜团了 这组建筑呢 在建造的时候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特别的数字呢 一百零八 代表的是诺尔哈士的子孙 对他的无限的推崇 还是另有什么高深的寓意呢 它为什么修一百零八呢 因为讲这个说天上有这个三十二个天罡星 七十二地下星 这些星神呢 这都是不稳定星星 这个星神 而且它容易这个犯上作乱 清朝呢 为了保证啊 这个大清江山呢 这个永远太平呢 他们呢 把这个修成一百零八的台阶 意味着把这一百个 这个一百零八的啊 这个星座呢 就踩到脚底下 咱们看过水浒传啊 一百零八名梁山好汉 在施奈安的笔下 那就是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下的化身 有人认为呢 正是有他们在 盗墓贼才不敢问津 当然了 这还是迷信的说法 不可取 那么 符灵完好无损 到底跟什么有关呢 另一种说法 依然跟着一百零八级台阶有关 但不是天罡和地煞 而是他们认为啊 这一百零八级台阶里边很可能藏着符灵地宫入口在哪的秘密 哎 您不能说没道理啊 想当年慈禧墓 乾隆墓啊 他们的施工材料 机关设计 远远超过符灵 可是孙电英为什么还能够顺利盗墓呢 就是因为他找到了知情人 知道了地宫的入口 而符灵就不一样 相传当年符灵地宫建成之后啊 因为担心参与修筑的工匠泄露秘密 蜻蜓那是相当的残忍 把所有的工匠都活生生埋在地宫里边了 所以符灵地宫的入口在哪 至今也没人知道 那么地宫入口的秘密 会不会藏在这一百零八级台阶里呢 换知只能说呀 有兴趣啊 不妨您也来猜一猜 当然了 符灵之所以至今完好无损 还有人认为呢 很可能是盗墓贼啊 压根就不惦记的 为什么呢 前面说了 卢尔哈赤去世是在1626年 1626年之前 卢尔哈赤一直忙着干什么呢 壮大军队扩大地盘 他所有的彩礼都用在了军备上 他的墓里边 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有道理吗 我觉得有道理 当然了 符灵地宫到底什么情况呢 因为咱们国家的文物发掘原则是保护性发掘 所以这个谜啊 只有等到地宫打开之后 才能知道真假 好了 以上这些呢 那是卢尔哈赤福灵的主要谜团 而事实上 有关卢尔哈赤的传说呢 还有一个大谜团 您来看 这是辽宁府顺的一口古井 相传400多年前 卢尔哈赤在神灵的指引下发现了它 而从那时起 历经400多年这口井 竟然从未枯竭过 而皇太极之所以把国号定为大清啊 也正是因为这口古井 那么这口古井究竟隐藏着一段怎样的传奇 400年古井水流不断和大清朝的国运 究竟有没有关联呢 一口看似普通的水井 是否就是传说中的龙井 龙井水源不断 是因为传说中它正处在龙眼位置 还是地下另藏玄机 同城的其他古井早已干扰了 为何唯独龙井水流至今 江西卫视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到 俯顺古城里边有一口人称龙井的古井 400多年前 卢尔哈赤正是依靠着它渡过难关 而这口井也是大清国号的来源 这个说法是真是假 一口井怎么会成为大清的龙脉呢 而古井本身又到底神奇在哪呢 咱们必须得去趟俯顺 画面上的这个地方是俯顺市的新宾县 以前这里有一座古城叫做赫图阿拉城 注意了 清太祖诺尔哈赤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所以后人认为 这里才是清王朝真正的发祥地 而您来看这个地方 就在老城的中央 看到没有 古井就在这里 说实话 当我们的编导第一眼看到古井的时候 挺失望的 怎么呢 因为从外表上来看 这口井实在是太普通了 完全看不出有什么特别 您说一口普通的水井 怎么就跟诺尔哈赤联系上了 还弄出一个清朝的发祥地呢 在当地我们听到了这样一段来历 那是在1577年 当时诺尔哈赤刚刚满18周岁 依据当时他们不足的习俗 诺尔哈赤必须离开家独自打天下 果然经过26年的打拼 到44岁那年 天纵神武的诺尔哈赤 已经云集了十多万人在自己手下 已经是关外的义方诸侯 但是很奇怪 有了这么多人马 他本应该继续开疆拓土才对呀 可是诺尔哈赤却出人意料的返回了出生地 赫图阿拉老城 为什么呢 其实这是诺尔哈赤的谋略 因为当时明朝的辽东防线还很坚固 仅凭这十万人马 诺尔哈赤并没有十足的胜算 十万人马一旦拼光了 他很可能再也没有成就霸业的机会了 他必须得养精蓄锐 等待机会 可就在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 问题来了 什么问题啊 赫图阿拉城的规模很小啊 难以容下诺尔哈赤不断壮大的兵马 梁先不说啊 当时啊就喝水都成问题 诺尔哈赤棘手而十分头等人 就是三成的取水问题 若大个城池城堡 里头只有水井两山处 而且水流不长 一到春秋冬季干河湖水 据建州继承图记一书记载 由于缺水啊 每年冬季诺尔哈赤不得不命令军民 到城外几公里远的河中去凿冰 把兵带回城里 化水以供人处之用 可是问题是 你说这一两天还行 时间一长这哪受得了啊 所以重新寻找水源充足的地方 作为都城 就成了努尔哈赤的首要之急 那么找到了吗 据史书记载 很长一段时间 这个事毫无进展 可他没想到 以此意外 却被他发现了龙脉 新兵县当时的传说 就是这样说的 说是有一天呢 努尔哈赤亲自带着士兵去寻找水源 他正走在荒郊野地里呢 突然草丛里边蹦出了一只野兔 只见这只野兔是左蹦右跳 当努尔哈赤追到一棵大鱼树附近的时候 野兔居然神秘的消失了 当时努尔哈赤觉得很不可思议啊 就命令士兵就地翻找 结果就在一块青石板下 居然发现了一处泉眼 而让努尔哈赤更没有想到的是 当他们顺着泉眼挖到两丈深的时候 泉水便喷涌而出 这便是这口龙颈的来历 那为什么要叫龙颈呢 那为什么又要叫喊王颈呢 这是据说啊 努尔哈赤有一个小名叫小喊子 后来人家就叫他喊王一 他发现的颈啊 当然就叫喊王颈了 那么皇太极登籍之后 定国号为大清 据说也是因为这口井 那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这口井啊 一经发现不仅水流不断 中年不息 取之不尽 用之不结 冬天也不会结冰 而且水质是相当的清澈 正是因为有了他呢 努尔哈赤和他的十万大兵 养精蓄锐 终于度过了这一段最艰难的岁月 历史 这才翻开了新的一页 黄太极把国号定为大清 正是希望他的政权 可以像龙井一样 常年水流不断 生生不息 说到这儿啊 有人可能会有疑惑 瞧这口井 水哪清啊 还水流不断 哪有啊 这应该就是当地人 编出来的故事吧 可是赵研究员说了 他曾经多次主持过 对这口古井的勘察保护 在他印象当中 古井啊 以前确实和传说一模一样 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您来看这些老照片啊 这是龙井以前的样子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啊 以前龙井的水量 是确实相当的丰沛 水从井口都溢出来了 可是这些水哪来的呢 赵研究员说 当年为了弄清楚 古井水流的来处 他还针对井水 进行过一次清理 当时他们想的很简单 就请了当地几个撞牢利 用水桶轮番从井里边提水 可是没想到 整整提了一整天 还是见不到井底 没办法啊 他们只好动用了一台抽水机 那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还是出乎了 所有人的预料 抽水机连续工作了几个小时 井水的水位 却仅仅下降了一尺 又增加了一台抽水机之后 情况再好一些 但是到后来 是怎么也抽不干 终于抽到什么的 将近离到底下那个压石 那叫压石 也叫做石 快进行一尺的时候 一尺能多一些 水继续暗涌 但怎么也抽不下去了 当时底下的两个缺缘 能高出这一尺的水面以上 还能喷出一尺多 进行一尺 赵研究员说呀 抽到最后两台抽水机 也没办法抽干 最后他们不得不放弃了 那次清理 这个现象当时确实 让大家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呀 和汉王井同时代的古井 其实在古城里边 还有好几口 可是历经几百年的 那些个井早就干没了 唯独这口汉王井 从来没有干过 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难道它的下面 真的存在所谓的龙脉吗 所谓龙脉当然不可能了 可是原因究竟在哪呢 在八年代末期 搞了一次水子勘察 勘察结果 它是整个杨斌山 岩石城下 在花岗岩之下 有个那个十年缝隙 在这缝隙之下 之中产生一条水系 赵研究员说 同在一座城里的水井 之所以别的水井会干掉 就是因为那些水井啊 是坐落在完整的石英层上 而这口龙脉 却刚好打开岩层的缝隙处 由于四周地层的压力呢 地下水就顺着这些裂缝 不断的汇聚在这里 结果就造成了 龙脉水源不断的状况 这些科学道理呢 古人当然是不懂的 而出于对一位当时的伟人的崇拜 加上以讹传讹的口口相传 这才应该是龙井传说的来历 当然了 客观的说呢 因为有了这些故事和传说 历史往往就变得更加的神秘 更加传奇了 好了感谢收看今天的经典传奇 品经典传奇 读精彩人生 拨打125907791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如果您想观看往期节目视频和在线直播的话呢 您还可以在各大主流手机的应用商城当中搜索 手机江西台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免费下载手机江西台客户端 下期节目 咱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